到今天的职场最前线 我是小乐 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时常会邀请一些CEO 邀请一些职场达人来聊一聊 他们的创业过程 那今天我邀请到这一位老板 他不能称为小老板 因为他接班了 很辛苦的二代 那么也来自于我的故乡台南 我先邀请一下 鹿豹 我们协业的老板 来欢迎 等一下 等一下要讲什么 你就跟我到早安就好 你不用紧张啦 我是要把他接旋 等一下我还是称呼你副理嘛 这样会不会太小 自己叫老板吗 可以啊可以啊 随便叫都可以 如果现在TITO他上面打的是副理啊 我知道啊 没关系啊随便打 因为那个副理也是我自己取的 那为什么你不愿意承认你是老板 因为我不想取太大啊 这样感觉很老 哈哈哈 我的节目当中来到职场最前线 我是扫露 那在这个单元当中 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职场资讯 然后三不五十 我可以邀请到一些创业友成 还有可能在职场工作上面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经验值的朋友 老板 我今天邀请到这一位老板他很年轻耶 七字头 而且不是七初哦 他不是班长 他已经快要七七年级中段班了 那现在接班了 家族事业已经来到接给第二代了 而且来自我的故乡呆郎 很多人可能你爸爸或你阿公都时常会买他们家的鞋子穿 今天邀请到是陆霸休闲写第二代的陶贵 黄胜龙黄老板早安 小陆早安 各位听众早安 来自于我的故乡台南 是的 台南真的好山好水 电灵人结 真的 而且好吃的东西都在那边 你看我们台南人第一句会说 我们那边有好多好吃的 去外地都吃不奇怪 然后真的就是 人家说台南人外嘴贵 你怎么听有 有听在这一句 我还不知道意思 你来讲台语老师老了 真的就是我们对吃 其实都还蛮敏锐的 这个东西好不好吃 然后要 价格上面要公道 台南人真的 你不要随随便便想要胡隆他 朝鲜鱼好不好吃 我们台南好多家 但我相信他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可能想着无眉无眠 也不能每天去吃台南美食 说到鹿豹休闲鞋 为什么我刚刚特别称呼你叫第二代 因为你的企业 家族企业是由爸爸开始的对吧 是的 这个鹿豹品牌名称的原由是 我的爸爸就是传版的黄柏柏 黄柏柏 对 你叫柏柏呢 对啊 所以这个鹿豹就是由 柏柏柏的名字由来的 有这个名字 鹿豹柏 鹿白 就是那个谐音就变鹿豹 鹿豹 鹿白啊 有没有 百鹿鹿白 所以那时候他就把 这个英文的拼音也从此产生 V-O-B-R 对 就这样产生了 对就很简单 就是 那时候大家都做创业嘛 大家都只是做代工 然后我爸那时候刚学徒的时候 他就想做自己的品牌 嗯 对啊 就是这样 而且那时候 爸爸那一代是 算八零年代后期 对吧 对对 在这个鹿南区的草仔头 说到鹿南区喔 现在你可能去喔 看到这个工厂也都林立嘛 以前有很多的这些 加工代工厂 其实因为那时候 以前那裡真的是 应该说放夜漫草也是啦 比较偏僻一点啦 比较偏僻一点 但是现在那边很多参业啊 我那边现在真的工厂很多啊 而且现在工业区也一个一个的做 我真的突然间发现 我们在讲台湾史齁 真的 真的从七零年代 然后到八零年代 然后爸爸那时候 以前有人说 真的 真的年轻人都不相信一句话 叫台湾人 他胸肉 对 可是真的在你爸爸那个年代 其实跟我爸那个年代差不多 就是 有时候要做的人 你有时候要拼 真的 要拼一桶真 其实还蛮容易的齁 那时候津津环境 应该是说 我自己也有感受到 因为那时候我爸创业的时候 我觉得 赚钱很容易 其实那时候根本压根没有想到 我先问一下 小老板你小时候到底都吃什么 突然间发现爸爸赚钱很容易 就是因为觉得订单很多啊 都每天都是这样做啊 所以那时候我想说 我自己以后也要创个业啊 哦 我自己一 刚开始都是这样想 因为觉得说 那时候没有一开始想说 爸爸现在的东西以后都是我的 没有没有没有 那时候是反而想自己做 因为觉得很容易啊 所以你看真的八零九零年代 所以人需要一个什么希望 对 对啊 就是看到 每个人都有希望 每个人都有希望 很多东西你就不会怕 对 对吧 所以到后来之后 因为爸爸那时候 刚创业的时候 也没有做那么大 然后渐渐的觉得说 说 诶 其实以后也可以有一番事业 然后二三十年过去了 发现说 诶 创业不是那么容易 嗯 那我是想办法要把 爸爸这个串的品牌 串的工厂 好好的延续下去 嗯 因为刚刚提到了 爸爸是从一开始的 男性休闲鞋 他做男的房船鞋 他做男的房船鞋 那以前有 这个为什么要提到 台湾的 我们说的不同的时代 以前的人 尤其家工厂 蓝领的 真的比较多啦 做工的人 你知道 衣服啊 鞋子的耗损率 比较外 嗯 尤其男性 男生跟女生 要求鞋子 其实不太一样啦 女生 我们觉得大部分 再痛只要美 对对对 都会穿 对不对 那男生以前 尤其很多在南部 高雄台南 很多家工厂 在南部以前 穿安平嘛 算金 所以 我以前 亲家在那儿做的时候 就大量的 这些工厂的自协 或者说 在穿着上面 其实 在那个时代上面的需求量 是非常大的 所以 爸爸就像你小时候看到的 做 没没没 其实 工作很容易 对啊 因为那时候常常出货 几乎每天就是到十一二点 你不会到最后是被赶到工厂的时候 开始觉得 很累 我小时候都在纸箱中玩啊 纸箱 因为 出货嘛很多纸箱啊 所以都会在纸箱那边打滚来 这是你的童年就对啊 我的童年就是玩纸箱 那虽然长大之后 也是在 装纸箱 因为要装货嘛 因为一开始从机神做起 嗯 对啊 所以你知道也算还很 不是金汤匙至少也有银汤匙 哎不是 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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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还不错啊 那时候 至少你长大的时候 小朋友不知道苦啊 嗯 就知道网跟刺而已啊 嗯哼 那时候也根本不知道 爸爸创业是 这么减刑 对啊 然后 赚钱这么不容易啊 嗯哼 对啊 因为之前爸爸创业 妈妈就 帮忙开发 开发 然后 兼开发还在做会计啊 嗯 对啊以前妈妈电脑也不会啊 但是 哦这个真的很 很早期典型的 台湾的经济起飞 我 我妈妈她之前在用 会计系统是用倚天系统 倚天不知道 我玩过 倚天很旧的 她以前就是用倚天系统 那边key 客人的会计 应该八年急升才听不懂 五六七前的 对啊 应该都还算有摸过 对啊 对 其实我知道倚天 不知道她是什么东西 然后她是一个电脑的系统 哦 还好 你要告诉我你知道小博士 啊 这个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了吗 我不知道 哇 这是可能随机房的人听到小博士 Oh my God 竟然讲出小博士 那不是我用的 我要顺便撇清一下 那是五年级底 六年级生告诉我的 真的吗 对 她说一天还没开始之前 那就是台湾那时候 还流行小博士 对 好 所以也是这样子 一步一脚印 然后妈妈兼职很多的这些相关的 几乎所有都要做啊 开发啊 然后选材料 嗯 还有鞋底的设计 几乎都是 妈妈这边一手包办 一手包办 对 然后顺便把你们拉拔整的啊 对啊 那时候 那时候 也不知道欸 因为我小 我肚子不好啊 胃不好 肠胃不好 对啊 所以小时候没有喝牛奶 然后妈妈就泡在那边米糊 哦 是不是 因为常拉肚子啊 因为我小时候也很灰啊 很灰 所以妈妈 不喝一而其 对妈妈都说那时候照顾我很累啊 但是我 到现在我自己照顾小孩 我就觉得说 真的很累 很累到不行 而且那时候我 我肚子不好 常常拉肚子 我妈妈应该会更累啊 对 所以要滴心滴命 是啊 这个听众朋友应该听得懂台语 好 不过今天请到二代 黄胜龙、黄老板来喔 其实从爸爸一开始创业 你看从80后起 台湾那时候经济起飞 几乎做很多行业啦 其实大家都在拼 有拼就有钱 真的就是高费、出费 真的 我那时候我爸他们是做玩具产业的 我真的也发现说 喂 我们小时候被打下来的 就是他们就是可能有一些下资品的 但玩具都玩不玩 那也在那个年代 那你现在倒先 揭露爆 因为这几年 尤其这十年 很多人甚至发现这三年 消费者的一个消费模式 甚至很多的一个购买的 算是方向 他们对于产品的要求已经都不太一样了 所以 你在爸爸第几年的时候 你开始决定说 可能开始我要来好好接班 然后来研发 其实那时候刚退伍大概二十四岁 那时候 可以称之为小屁孩 对 那因为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家庭就是工厂 工厂就是家庭 所以就是一路这样看过来的 其实要做什么其实也都清楚啦 嗯 你真的从基层就开始做起吗 就开始去学习吗 对啊我从 那个 斜底打磨 打磨 这个是算比较 设计的部分 从比较 累的部分 粗粒的部分 比如说 要扮阿贵 疼阿贵 出费 还有去学习看怎么打版那些 那些基础都一定要学习啊 要不然以后说 怎么去带领这些师傅 那也知道说 大家有做的 有没有故障 嗯 对我们 我们这 虽然已经 已经在这里看这么久了 但是 品管也是很重要 嗯哼 对啊要怎么去把 那说你24岁就 其实已经有 这些相关的基础概念了 对对对对 那因为 爸爸妈妈也有特地在培养 对啊 然后到 到24 24岁之后 我们 就 我觉得应该要做个直营店 嗯 要自己做卖店 一开始爸爸对于 因为台湾早期是做代工很有名 对 我们从更早的 一些是王国啊 对啊 而且真的是台湾那时候 既然有钱 大家要做的是金融拼 可以做的就是金融做 所以在很多的一些民生用品啊 甚至我们刚刚在广告的时候还闲聊 南部除了你们所谓的鞋业之外 纺织业真的 纺织业厉害 在台南你要去探听一下 三大家族 真的真的 对不对 这个算是也是台湾撑起了经济奇迹的一部分 其实台湾以前做鞋子 或做衣服 都是国际有名的 只是说现在大家那时候都做代工嘛 所以代工很容易被取罢 对不对 都不重视 在研发上面大家都 因为要花钱去开模子 大家不愿意啊 这也是我们路报 比较跟别人不一样 走到现在将近三四十年了 你二十四岁间 你到什么时间点你开始觉得不行 我可能没有办法再做八八这种 就是单纯帮人家做代工 或者说就是做这些几款的 原本的旧有的修行写的模式 我可能要开始学会去开发或者要去创新 这些新的款式 或者说可能要做一些人家所谓的不同的转型 说我转型 这个太过严过了 其实妈妈那时候其实想法 其实比我还要厉害 他们在抓皮色 还有抓款式 其实 其实 他随时我在注意市场外动就会 因为他常常都在嫌我的眼光不好 所以主持人说这边我有在创新 其实不敢讲 因为老师都是妈妈 但是因为老一辈跟年轻一辈 你知道吗 为什么很多二代三代的接班人 他们时常会把传统产业 或爸爸的产业 家族产业呢 转型成可能现在时尚年轻人 或者说把他的年轻的新思维灌入进去 是因为想要从年轻的消费者的想法去注入在原本的这些传统的产业上面的商品 应该是说妈妈那时候在研发商品的时候 他比较有他的意见 就是说我要什么 我做什么东西出来 大家就会买单 到我的时候呢 我反而觉得说要增加一些基本款式 然后做一些比如说 比如说 因为以前有做过防传写 但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没有继续做防传写 我觉得防传写就是一个 可能可以做个100年都经典款 对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做的时候就增加了很多基本款跟经典款 要继续做 把一些比如说旧的款式 因为妈妈那时候一直在重视研发 每一季可能有三四十款 你这个想法从哪里来 你是从很多的时尚精品 或者说你从你的消费 因为男生跟女生的消费 为什么我说刚刚鞋子还是一样 女生就是只要漂亮 原则上舒服舒适就是其次 那男生那一看 这才是一个 你们选购的商品的一个主要思维 其实一直都没变的就是那个舒适度 因为我们说真的 不管是男生女生 虽然说很多女生是不强调舒适的 但是 上班 上了一点年纪的 上班族之后呢 这个舒适度就很重要 那时候很多你知道那种休闲鞋 或后来有一家 不是号称他们是什么先锋气垫鞋 对不对 那个你会发现银行业啦 或者叫酒站的那种百货桂姐等等 你会发现那样的鞋子就销路很好 因为他们的工作 几乎时常都要一直站着 的确 对 因为我们研发的一个基础点 就是那个炫头 炫头就是决定那个鞋子好不好穿的重点 因为炫头 主持人不知道知不知道那个混桃 我都叫混桃 以前是用木头做的 对啊 是不是我们女生尤其新鞋子 我们会也用一个类似就是把前面的炫头再撑大一点的 我们有一个那个 就是炫头简单的时候就是脚的形状 对 脚的形状 就是鞋子要定型的那个脚的形状 其实这个炫头在抓很重要 因为这个不是说你想要抓一个炫头就好穿 这个炫头我们也是累积了一直在改进 改变到现在十几年了 有点定型 这个炫头大家穿都觉得 这个宽度啊还有肥度大家都可以接受 所以我们在当初在做这个炫头的时候 其实也尝试过很多种不同的炫头 然后这个炫头抓出来 就考量说亚洲人跟欧美人他们我们的脚型有差别吗 还是说你后来有发现一些什么样子的美感 如果依经验来说 欧洲人那个脚会比较细长一点 台湾人会比较贏 比较败 可能跟工作也有关系 跟学种也有可能 基因骨骼 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也不能说从国外 比如说因为我们研发也会常常去国外去参考别人的款式 你一抓回来你就1比1的抓 照本宣科没办法 没办法一定要 也没有办法符合真正我们算亚洲台湾人市场需求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都一定要经过内部 再改良 对对 去调整 所以你接手到现在 就真的开始变第二代来经营的时候大概多久了 10年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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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那其实我接了之后呢 我觉得我最大的改变就是在装卖店的部分 因为 你刚刚提到说直营店的问题 对直营店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虽然很多经销商有在卖 但是我们很多款式 很多包的款式是非常多的 我们一年要出两本目录 春夏跟秋冬 真的假呀 我们不仅在研发也要重视 我们在 在那个目录也非常重视 为什么 因为现在 王老板你到底一年扎多少的研发费 或者你自己本身 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就是真的 那个目录的款式还是一定要把它弄出来 这是每年的必做功课 因为我们的订单模式还是比较传统 就是我们会办展览 存在世贸 然后请各地的采购采购来订 然后久而久之呢 我们在展览的时候我们会带目录 然后客人可能代下不会决定要买什么 但是带目录回去呢 他们看了翻了之后他们会说 因为上面 仔细研究之后 对对对 他们会用电话直接给我们订购 所以目录是我们一个很 蛮重要的行销广告之一 所以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要把它做好就对了 对对对 我们在做目录 而且我们目录不是随便做 我们有时候一次做目录 可能一百多页喔 一百零二一百零四 都一百多页的目录都在做 所以然后每次都都会增加新的款式 你看这个款式有多少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一直在增加新的款式 所以我那时候 你是觉得消费者其实 每个人对于商品就是洗心厌旧这件事 还有必须让自己不断的推成初心 才能够让中小企业保持在比较活血的状况 尤其在现在你所谓 因为鞋业其实某些程度 对台湾来讲是一个传统产业嘛 对对对 你觉得这样子才能够不断的 让它像活水一样薄落下去吗 我觉得这本来就是基础啦 我们可以做了这么久而屹立不咬 最主要是在 总是有几个要坚持的细节点 要一直研发 一直研发 对然后 因为研发有可能会 做出来的东西可能 就要所谓有研发 不符合市场期待或需求啊 如果不符合就淘汰 如果符合我们就留下来 所以一直做一直做 所以我们目录为什么会有一百多夜 就是这样来的 就一直累积啊 请问一下黄老板 你一天到底睡几个钟头 而且包含顾小孩 有啦睡得蛮足够的啦 OK齁 OK啦OK 因为顾小孩 都老婆在顾比较多 我只有负责玩小孩 或者说不得不的时候 对 因为我都跑外面比较多 就是说还是在绝大部分 爸爸接给你的露爆休闲鞋的产业 这个是你真的要把他扛起来的扛棒 对外是这样啊 对内呢 因为我哥哥 我还有一个我哥哥 因为我哥比较粗宽一点 所以最后他就负责产物的部分 然后我呢 所以你们是一文一武是不是 大家都这样说 一文一武 对啊 虽然说我觉得我是文武双全 哇 空气好大 因为一个产业 我觉得为什么广告的时候 我一直在跟你讨论就是 台湾的中小企业 尤其五月份大家缴税 都真的是 突然间有割了一些肉出去 有痛 然后消费也有差 消费也有差 好 那当然啦 缴税是我们国民应尽的义务 但是这很残酷的一件事就是 这几年大家都说了 整个产业在改变 大家也说了整个经济上看起来 尤其中美贸易呢 从去年打到现在 台湾厂商很有感 所以你看到说 从爸爸的那个年代到现在 你自己接棒了 然后其实说十年也算不短的时间了 对 一个四十年的产业 然后做休闲鞋 说到鞋子 我觉得这是 应该某些程度叫民生必需品 可是现在你说一个人 只有两双鞋吗 不可能 大概 我觉得连男生都有可能 十几双以上 不同的鞋子 那你怎么去做到未来可能下一个四十年 这爸爸交棒给你的时候 应该至少销路还不错 然后我就面广告一下 如果有兴趣去看你们家鞋子的 其实可以在台南高雄哪些地方 真的可以找到 我大概介绍几个点 如果要查更仔细 请上我们的网站 官网 官网可以看 台南我可以推荐那个文化中心 对面那边我们有一个直营门市 那边的款式算蛮齐全的 也可以顺便去隔壁的巴克里公园玩一下 是的 然后或者是我们工厂 我们附近有开家 在那个安南区 那边我们在海淀路那边有开家门市 那边款式也蛮多 那个厂地大概有四五十坪 所以而且就在工厂旁边嘛 所以我们几乎很多新款那边都会直接有 也可以欢迎来那边选购 那高雄呢 高雄可以建议到月城 最近刚 新的北高雄的一个新的购物中心 对对对 你们在几楼啊 我们在一楼 位置不大啦 下次去我再仔细看一下 对对在一个转角处 我绝对如果逛一楼绝对看得到 大家那天忙着去逛成品 是是是 你有没有发现成品楼上还有 专门帮你们男生设计的一个 那个威士忌的浆贵 威士忌啊 还可以买单杯 没关系我不喝酒 好好创业 来回到所以回到我们台上 这爸爸交给你的四十年 其实这个也是血和类交织成的 也不简单了 说真的四十年到这边 虽然接了十年 我觉得我 我从现在开始我就要有一个死命啊 因为 延续下一个四十年 对因为这个意义非常的重大 因为在大概在一二十年前吧 台湾的协业有一个出走潮 大家 对那时候几乎大家都不管各行各业 几乎都说要到对岸去开工厂 对利润好嘛 对啊 那的确过去的 人生都回来了啦 都回来了 都回来了 也好啦 这也是我们坚持的到现在 确定这个 没有人在台湾 那没有人在台湾是这条路是对的 嗯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工厂跟员工 少说也有一百一百一百五十个 你看这家庭有多少的 你出去了这些家庭怎么办 黄老板要扛着哈 是啊 是社会责任 真的啊 我希望让他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大 这个是个大家庭 嗯嗯 对这不能断 因为就真的 产业要走 嗯 说得很简单 但是放下去的责任 要之前这么多人这个 嗯 这个 其实因为妈妈一直从小就跟我说 这个 假龟继爱拜求他 嗯 一直要感恩 像我开直营店我妈也是 一直希望说 有地区有人在经营的地方 我们就不要去 嗯 去做竞争整个 怕开人的通路啦 因为 毕竟那个通路 那边的通路是人家打起来的 我们 为什么我们 目前在高雄 台南 还有屏东 比较多 因为毕竟鞋店好像也比较四围一点 嗯 嗯 啊 然后也一个地区性啦 因为我 这边也近 嗯 我们要管理也比较方便 哦 对然后 应该说就是把不同跟厂商做一个区隔 对不对 对 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的点 对 人家有一句话 我前一陣子听到我跟他很有意思 他说是要做灰坛才大 哦 对对对 要够似啦 是啦 我在听到就说到很厚 是 对 那个也是中小七的老板突然间讲出这句话 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会认识可能也是相关类似其他产业别 就像黄老板你说你也认识一些仿制业的 对 可能二代三代 大家可能在创业上面或接班上面 在商业营运上面可能都会互相切磋交流 那他就提到这一点是确实 就是说 台湾为什么从早期的中小企业 然后大家可以壮大到 打后半段 让台湾鸡赢 然后创造很多的台湾经济企 那这几年大家只是 有在忧心的 中美贸易 当然 这个我觉得是 大家可能 突然间没有预期到这两大老板 两个老大突然间就有了这个状态出现 要不然的话 重点是几年前就一直在谈到的AI 谈到的所谓的全自动化科技产业 甚至像现在提到的 港澳在跟你聊工业3.0 3.5 4.0 等等 所以在提到产业在这些升级的部分 那剩下一点时间我想也跟你聊一下 因为你自己也接班十年了 你自己也是身为中小企业 就真的是很在地扎扎实实 代表着台湾经济起飞的其中一个产业别 你怎么看待说 接着上来可能要壮大 爸爸给你的这个家业 要再继续走40年 你自己这样走了10年 你接着上来除了你自己努力之外 你也希望说或者说你看到哪一些事 可能台湾的中小企业要一起来 甚至是所谓的国家工部门的部分 可能可以更协助当中小企业的创业 或者说你们继续的可能不管是不是要转型 或者现在这几年大家都谈到的一些跨产业的合作 升级自己的设备 我觉得各行各业都有需要 那在我们鞋子之中呢 设备虽然很重要 但是技术更重要 就像几年前吧 有去上海厂长 上海厂长有一个鞋业的总裁 他连续来看我们三天 最后他表明身份 他说他看到我们东西很特殊 他希望说我们 他说他先表明他先翻一点厘头认为 他说他大陆有两千多个点 跟他合作这两年期间 他想跟我前两年约 教他技术 对你来讲这是一个大大大订单 对大订单 他说随便我犯 当下我因为那时候我只是在旁边 然后我爸就 那时候你更年轻欸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我爸就直接跟他说 我跟他拒绝了 没办法 对 然后 你可能觉得你疑惑吧 我没有疑惑 真的吗 因为很恐怖啊 因为两个 因为这个其实有先驱了嘛 有以前的有一些例子 能告诉我们 你将你的所有的核心技术交给他的时候 哦 你他的东西有没有可能在跑雷在台湾 就有可能啊 可能以更便宜的价格 把自己给打死 对 所以今天我们短时间两年内可能有辉煌的成绩啦 但是可能两年之后 就是或许可能在那两年会赚到一些暴利 对 就是你自己 父母也在教育说不要只看短 短暂的眼前利益 必须你要 只做下来进行思考 人家给你这个东西之后 人家是要得到什么东西 嗯 哦 考给你我教得好 哈哈哈 所以 当下看来 人家给你很多东西 但是 你要觉得说 他可能是 给你毒药啊 嗯 也就是你身为创业者或经营者 你更要去思维 就是你的企业 你到底创业 这个过程当中 你学到什么 或者你想留下什么 而这个产业别 如果你想让它持续的 是成长茁壮的话 你更应该知道 它的核心的价值在哪里 对 对对对对 这点是 哦 不错耶 妈妈唯一传给你的 当然是 有放手 这工具 有东西放给你 放地匪呢 没有啦 妈妈现在还没 那个完全放手 因为毕竟 一个工厂 不仅只是管设备 管人 有时候人才是最重要 因为师傅嘛 师傅有时候 还是要懂娘出现 对 因为有时候师傅有时候 这个跟我们家族的 那个 也有一些家族 开公司 是真的呢 懂娘一出现 有的人 有师傅在骗嘛 有时候我们要求东西 就比较很难要求 对 妈妈知道怎么去跟他们沟通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学习的 对对对 我们有好的东西出来 也是要有人生产出来 还有好的想法 对 其实有些时候是世代 那个沟通的过程当中 能不能顺畅 对 要不然 他真的有时候 师傅把你放的 说不做 你真的 这样 一个头两个大 就是很容易冒 现在师傅不会说 因为我们师傅 跟在我们身边 也都二三十年了 其实说真的 大家也没什么脾气了啦 只是说 不然我看到的是 真的耶 他知道师傅说 他要放的 你这种感觉 你差不多了 有啊 我小时候啊 妈妈跟师傅在沟通 都是用手 一个粉头就 师傅 比如说 我们叫的那个皮料 太硬 丢来丢去喔 皮料 皮料还不会硬 还不会 橡胶啊 就是皮料 有时候师傅 他在抓药啊 皮料太硬 师傅人抓 然后他就会 一个粉头 你知道吗 粉头很重啊 他就丢过来 叫做什么皮料啊 就意思 大家是用这种 很直接火爆的沟通方式 对不对 我妈那时候也年轻 然后师傅也都年轻 所以大家真的就是 大家沟通方式都很奇特 很重 很重啊 对啊 其实 这样几十年磨下来之后 对啊 都知道各自的脾气 也知道各自的技术 是够的 对 不需要在这样 刀光剑影 在这边也都安居乐业 在这边路爆也可以 可以提供足够的工作给他们 其实大家都会洗腹啊 所以不会像以前这样 只是说经营一家公司 沟通的能力很重要 这也是你在爸爸妈妈身上看到的 对 因为很多事情不是不能解决 要透过沟通 师傅还有员工之间 摩核 摩擦难免会有 带人要带心 对 对 对 很多事情 他就能够顺利进行的 因为我妈在带人方面都 都比较 所以我这样子要 其实要好问的是老闆娘 嘿嘿嘿 你要叫老闆娘来 对 我妈那 因为我爸跟我妈 其实都不爱讲话 但是有时候 我很多人都说话 你还说话 你还说话都不停了 哈哈哈 我刚才不一定会讲话 我刚才说我做的鞋子很实材 很好穿 是是是 好 不过时间的关系 今天邀请到是路报休闲鞋 其实在台南应该很多人买过你们家的鞋了 对啊 尤其是可能老一辈的朋友们 休闲鞋 尤其是长辈的 穿了 有时候真的喔 只要穿的素须 一买一穿的一二十年 对啊 老足够 对吧 之前台南有那个洞地市 哎呦 你要说到大家的回忆了 哦对 那边有很多餐厅的老闆娘 他有 因为洞地收了 然后他们就到处开的嘛 那就有一次 我去那边买便当 然后那个老闆娘 可能跟我妈也差不多岁数 因为我们很早之前是做什么鞋子 除了做房船鞋 还做恨天高 哦 你们家也 我们 我们是做恨天高起来的 哦 真的赚钱是在恨天高 东地市隔壁那时候小北夜市百货 其实他也很少 那也很少在买 他也很少在买 这种所谓的流行时尚鞋 对吧 因为老时候做恨天高 我们算是台湾第一家 嗯哼 因为那时候我们做出来的时候 很多鞋店 开始金箱模仿 不是 都 一开始不屑 不客气的说 这样你管的那样是谁的买 主化工恨天高 以前 以前的人真的是 很多人穿过 因为我们有做过那个厚敌 恨天高的气垫鞋 战斗轩 嗯 那一只鞋子 那个鞋底 光那个鞋底 就做了两百多万双 但那个是非常可观的记录啊 很吓人耶 两百多万双 现在谁可以一个鞋底做到两百多万双 所以也显示出那时候台湾的经济 的确很不简单 对啊 对啊 这个还是回到就是说 其实消费景气是在于人的一个信心度的问题 对不对 那看不到希望大家就越不敢消费 那这个循环就越来越紧缩 是的 是的 好那我今天邀请到路报休闲 写二代的老板 黄胜龙呢 黄老板 年纪很轻啊 在我的眼里 因为七年级中断班的老板耶 但是接班接了十年 现在还是 算战战兢兢 对不对 一步一腳印 就是爸爸妈妈的教诲 然后再从早期的8090年代 台湾的代工时期做到现在 那当然如果说你爸爸妈妈 因为 也快要父亲节了嘛 是的 今天八月初了 也快要父亲节 我觉得男生 大家就只有几样东西可以买 不要再买光胡刀了 不要再买皮带了 真的 对 买一双好穿的鞋 好鞋 让爸爸可能出去 不管是散步啊 走路啊 逛街啊 这些真的 对他的 尤其现在很多老一辈 别人说的 鞋头屋 对 鞋头屋 不要吃什么围叉力啊 最重要就是 有一个缓冲力在那边 对 然后让他自己活动活动啊 要活就要动 一双好鞋 然后父亲节刚好 送给爸爸一双贺礼 让他可以 在新的一个年份呢 用更好的鞋子呢 真的到处去走一走 看一看 我觉得 人老了真的 岁数可以增长 但是 行动力 尤其有好穿的鞋子 多鼓励他出去走一走 如果真的是有兴趣的话哦 路报他们在高雄 还是有一些 通路可以找到啊 像 那个 大树去了一大世界 嗯嗯 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 月城广场去一楼 我下次要再专程去逛一下一楼 最重要就是 嗯 聊表一份孝心 然后最重要是 支持 台湾的产业 对不对 其实二代你们也是很积极努力 希望说 爸爸给 交给你辉煌的 这40年的创业 其实你也看到很多的这些过程了 然后接着上来 时代在改变当中 但是 不同的一些产业的需求 商品需求 你希望也能够与时俱进嘛 是的 跟着时代一起来改变 那也欢迎大家 如果真的有些时候 你就是穿了很多 可能它是很有 所谓的国际品牌啊 但是 你要注意 有些时候 我们刚刚为什么提到 外国人的脚型 跟亚洲人的脚型 人家的骨骼就骨骼就无所谓 是啊 靠气场 所以为什么广告的时候 我一直在问黄老板说 真的呢 那种什么 现在有很多人就针对足弓啊 或者说 脚背的一些问题 还有我们的 那个要算脚宽度 那个都会有 对鞋子舒不舒服 都会有影响 是的 对 对 好 好 好